欢迎收看北美地方新闻 大家好 我是张若鱼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药文焦点 不满跌出美国400强富豪榜 川普要求富比市道歉 美国富比市杂志本月发布消息称 美国前总统川普财富缩水 已经跌出全美400大富豪排行榜 本周二川普在其社群媒体发文 要求富比市杂志全面道歉 川普在Truth Social上写道 该杂志发表了许多关于它的虚假文章 然后也指责中国政府是富比市的所有者 加州新法可能强制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接受治疗 加州的一项新法律将扩大该州强制治疗 患有严重精神疾病和成瘾问题的居民 参议院第43号法案 于本周二由周章纽森签署成为法律 该法案扩大了重病的定义 将未经治疗的精神疾病 或不健康的物质使用导致无法满足自己基本需求的人 包括在内 这些人将没有资格获得监管 从而实际上迫使他们接受心理健康治疗 无需反复过安检 LAX旅客限可通行所有航站楼 洛杉矶国际机场现已开通一条新的路径 允许已经通过TSA安检的旅客在各航站楼之间通行 而不必进行二次安检 这条大约两英里长的路线是机场持续改善工程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即将推出的自动旅客捷运列车 有了这条通道提早抵达机场的旅客就可以在各航站楼之间自由穿梭 圣盖博地区发生2.9级地震 逾百名居民报告有证感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 今天上午圣盖博国地区发生了2.9级地震 报告表示 镇中距离圣盖博市约1英里 距离洛杉矶中心约12.2英里 地震发生在上午8点35分左右 震源深度为5.8英里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报告 截至发稿有183人报告了感受到震动 中天中望 专利报道